在这次的GGP课件要大家探究的就是大圆上的这两点 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大圆上这两点呢 走尾线呢不一定是最短的 在这课件可以看到从北京往美国飞 它其实怎样呢 其实不是要走尾线哦 而是要往北极 而是要经过北极圈 这时候呢才会比较短 那这边我们可以切换这个经尾线 你可以把这地图藏起来 甚至把它剖开来看 那另外这个课件一开始我看到觉得很特别的 当然就是上面这个地图呢 要怎么把它绘制出来 那其实这都是一个线程的东西 用起来呢实际上是非常的快 这课件主要带着大家熟悉一些三维空间 那这课件大概最困难的就是后面这一段 绿色这个线要如何让它正确的显示出来 因为如果你一开始没有设好呢 它有时候可能会跑到另外一边 那这边设置上呢要有一些数学的角技巧 如果你是初学者 最后一个影片的部分呢也可以略调 其实初步可以感受到 拉动两点就可以出现这大远路径 就觉得非常的神奇 能够这么快速达成这样的课件呢 其实这还是有赖于GGV这软体 让我们可以很快呢 有这么酷炫的效果 欢迎你动手来学习吧 就是大远路径的方式 我们的观看